一個毒爆走過去 然後OB跟著那個毒爆過去的時候 我也嚇了一大跳 連我都嚇了一大跳 一堆建築物中間一個媽媽卡在那個地方 告訴你 You cannot pass 就像甘道夫一樣說You cannot pass You should not pass 我忘記了好像是這樣 各位觀眾我們首先看到 地圖七年中方向 紅色重突玩家就是來自華裔國際戰隊的賀利歐斯 要對上的是 在地圖一點中方向 藍色重突玩家 我們的Gamania Sam 台灣重王 那雙方 那我想雙方應該都是會走一個 裸雙的開局啊 DVZ裡面 尤其在破小張地圖 破小張地圖 Gamespeed Gamespeed怎麼樣 欸欸欸欸 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是正常的啊 喔 對啊沒錯啊 我就說這個速度是正常的啊 剛剛講了一下Gamespeed 我想說奇怪發生什麼事 這速度是正常的 那破小張地圖 破小張地圖 由於這個路徑比較遠 所以通常如果是GVZ的話 我想應該都是 真的會走 裸雙居多啦 那也有人會提速開 這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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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一下雙方的一個開局 那雙方第一時間都把這個王蟲 拉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定點 GVZ對戰當中 由於這個蟲族對空的困難 所以大多會把王蟲放在一個 視野撩破的地方 這樣反正對手也看不 對手也打不到 好那每一萬兩邊都 同時裸下去 是一個很常見的金像開局 無雄無宅 那等一下就看 雙方裸雙之後的一個各種戰術 那必須要等到狗石出來 才看得出來等於 狗石出來還有二本的時間 好 San這邊比較無雙的 喔 他這邊比較沒有那麼偷喔 他是先選擇下狗子 那還沒有選擇下瓦斯 那這樣子一個打法 雙方 Ordine Spider DS Spider Helios 下完狗石之後 馬上放下自己的瓦斯 出一場 趕快的 等一下狗術會早一點好 那這樣就變成San這一方 是比較被動的一方 那他的狗就比較 只能守衛專用 就只能比較 吃守方就對了 那 雙方的二控 即將要 見到完成 好 嗯 那對了 跟大家再宣傳一下 現在那個 FB的FB上面有活動 請大家去留言 就已經會得到 暗黑善序了 那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盡量開局 只是Spider Helios 這邊的一個小狗 的狗術會比較早好 那當然他也只照兩隻小狗 去做一個偵查而已 雙方 一開始 哇 San這邊多偷啊 只有照媽媽兩隻而已 他 的兵力 只有兩隻媽媽 那對方也不慌多讓啊 也才兩隻狗 做偵查 所以雙方都很偷啊 一開局都蠻偷的 只是 科技比較沒有那麼偷而已 喔 我們拿法上線了 我趕緊打電話給他 好 算了 等一下 他還沒有給我登機蓋 那我要說什麼 好 那這邊San很 哇這邊San 一直很好的 先把兩隻媽媽把門封好 但是對方沒有那麼偷 所以他這個封的動作 只是一個 因為他沒有偵查到的一個 所做的防禦 好那Helios這邊 正在追趕San的一個王蟲 那媽媽都拉出來了 那這樣子 哇 媽媽由於 不過他的距離原本就是這樣子 遠程距離原本就是這個 這個樣子 好不過這邊San放下他 毒暴蟲巢 在哪邊呢 在前面 用毒暴蟲巢做一個建築學啊 這邊只要拉一個媽媽 其實就可以擋住 那 兩隻的小狗衝到了Helios的家中 喔不過這邊San 有個王蟲被打掉 像卡了一點人口 那這個時候 早期卡人口 其實是有一點 悲劇的 喔 這邊 哎呀Helios長狗啊 這邊標著San 有沒有看到 喔San有看到 但是他的一個 哇San剛剛兩條狗進去的時候 有看到 但他這個毒暴蟲巢還沒有好 這個時候非常的一個 緊急 時間非常緊急 哇會被一波帶走 哇天哪 San毒暴蟲巢 好 好 由於對手 是還一開始 就爆狗 沒有爆工兵 所以對手的一個狗 非常 數量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San在等毒暴蟲好 好 毒暴蟲好 漂亮 一把 這時候 但是San現在二框炮掉了 也想辦法 趕快去解決到這邊的狗 喔 真的好漂亮 漂亮的守住這一回合 那Helios這邊可以說是大虧 由於他犧牲 我帶走 好那這邊San兩隻媽媽是拉出來了 想要讓他卡一下人口 剛才那個Helios的一個 讓對手卡人口的動作做得非常非常的 好 我只能說是非常的好 好 那這邊 喔對了跟大家講一下 重打重內戰 如果你張 如果要造蟑螂的話 會有一段小瘋狂擊 因為蟑螂 的人口 蟑螂是兩個人口 所以一開始在你在補二框弓兵的時候 會讓 喔我這邊 San獨爆蟲來了 有沒有炸到應該是炸得到 喔炸到三隻而已 哇 只要三隻弓兵的話 這樣有一點點虧啊 兩隻獨爆炸三隻弓兵 那Helios的一個 三弓兵的技巧不錯 不錯 那 這邊 San重開孵的很遠 那Helios 剛才好像是被迫下了蟑螂槽 好 那不過看一下雙方的弓兵數量 這邊 Helios的弓兵數量非常的 比不上San San現在有四十一隻 那他只有三十二隻 現在總共差了八隻的一個弓兵 那一個經濟 經濟 很明顯看得出來 將近是兩倍 那這邊 Helios放下螺旋塔 因為他這邊 喔 順便跟大家判斷一下 對手是不是要走一個螺旋塔科技 這邊可以看到 Helios完全沒有在鋪蟲胎 那你沒有在鋪蟲胎的話 比較常是走一個龍狗的戰術 這樣子 因為龍狗比較不吃蟲胎這種東西 對 而且你 打龍狗最好不要出蟲胎 因為這樣子 反而是 讓對手 因為蟲胎 痾 怎麼說 突然忘記怎麼解釋 不好意思 好 那這邊 大量的狗 不過這邊 Helios也繞了一批狗 要去咬 San的三礦 但是已經被俩包了 San這邊 這個 偵查情況做得很好 那 可是對手這邊 由於是走個螺旋塔 前期有個空窗旗 但是這空窗旗 我想它是會撐過去的 因為 蟲狼有辦法頂住 蟲狼頂得住 這個少量的蟲狼頂得住 但是San這邊不知道 來不來得及 因為它這個時候才在 提升二本 那我想 它應該是知道 但是它沒有放下任何螺旋塔 這就有點令人擔心了 它螺旋塔呢 再加上 再加上San的一個視野被封鎖 可是它其實 沒有看到 它其實是沒有看到 欸有看到對手雙娃 那它為什麼還沒有下這個 那個包子塔 這就有點令人好奇了 好那這邊換San 溜了一批狗 要到Helios的一個三礦 那這邊Helios的三礦 肯定是蓋不起來 果斷取消 哇San這邊沒有放包子塔 奇怪了 它有看到對手 試我啊 好這邊大量的一個飛龍 San有看到 哇這邊九隻的飛龍 一次飛過來 那這邊San才開始插包子塔 已經有一點點慢了 好兩個 哎呀天哪 這邊真的有點慢了 有點慢了 喔不過來得及還得及 這是包子的研發速度 喔有一個會被打掉 但是另外一個還來得及 好加油加油 有辦法有沒有辦法 哇這邊San一次下了好幾個包子塔 哇有沒有可能 哇天哪 結果San會被這波 飛行帶走嗎 這個 哇因為San其實是有發現它的一個 這個 4瓦的 但是它沒有去防這個 防這個飛行 造包子塔 其實就讓我有點訝異 好這邊San推了一波蟑螂 好那現在這裡 Helios家中也有防禦了 這時候也建立起它這個防禦陣線 好這邊蟑螂的一個數量 這邊要造一點毒暴蟲喔 要不然的話這邊的 這邊這邊的地獅太多了 不知道毒暴蟲硬撞的話是撞不掉的 好不過這邊 Helios的一個飛行準備來做個回救了 好現在 沒分秒必勝啦 趕快毒暴蟲一直往上撞 往上撞啊 小毒暴 不過這時候蟑螂出來擋子彈了 好 哎呀媽媽也出來擋了 好這邊很漂亮 可是這裡 San的一個蟑螂感覺有點回不去 因為這個蟑螂數量不夠多 等一下可能會被 哇不夠多啊 這一波部隊被送掉了 天啊 不夠多啊 不夠多啊 剛才那一波毒暴只把 Helios的 這個 地獅給炸光而已 那 再加上剛才San的一個主況的 悲劇啊 因為剛才San的主況沒有 防好對手的一個防空 好 那這邊 有放一顆毒暴蟲 來做一個 防禦對手遛狗 這邊 Helios打算 配合小狗和 小狗和 飛龍一起上 這邊San要趕快 洗清經濟來造這個 橄欖蟲 要不然的話會沒救 好不過這邊 Helios也很厲害 哇 我覺得San剛剛這個失誤真的大了 失誤真的大了 他沒有造高死塔 這個失誤真的蠻大 好那這邊又損失了很多隻的一個媽媽 那這邊Helios還是不敢冒然做一個前進 那San這樣子反而會被對手的 由於這樣子自己的這個 控圖 控圖能力現在在對方手中 所以他現在很難去做一個遛狗 對付他的三礦 所以這樣現在 現在San很難受啊說真的 好不過這邊選擇是要 硬換對手三礦 因為這時候家裡三礦看來是保不住了 所以選擇要硬換 喔沒有他直接去硬換二礦 硬換二礦的話 Helios這邊的一個障礙數量好像不夠 但是這樣子 這個Helios 只要把三礦打掉之後 回救就好了 對啊說真的只要打掉 回救 好沒有我就選擇要繼續打 好硬點 哇可是硬點包子塔這個動作就有點不太明智了 因為包子塔其實很痛的 他可以直接硬生生 就算你有十字了這個 喔不過這邊San很聰明 下蟲洞 蟲洞 蟲洞 蟲洞這邊有蟲洞 但是蟲洞 蟲洞好像來不及啊 蟲洞好像下太下面了 所以沒有來不及好 好那現在雙方都是一個沒有三礦的一個情況下在作戰 哇 San平常不會犯這種錯誤的說 只沒想到他 偶爾幾次犯這種錯就被我們發現了 好那這邊 Helios一個非常積極在尋找剛才San的一個蟑螂 那如果找到的話San的蟑螂就有點難過 好找到了 找到San的蟑螂了 那這一波蟑螂 哇這一波蟑螂應該是回的去 但是只會剩下幾隻 哇那現在Helios 控圖佔於你一個很大的控圖優勢啊 那現在我想San可能要打媽媽流啊 走一個大量媽媽的一個戰術 媽媽配感染蟲配這個蟑螂 雙方重新都放下三礦 雙方重新都放下三礦